慧苏是 为他方新发心菩萨 英文弥陀名号 顿顿上帝菩萨 得住三位注定功夫 慧苏这几句话说得好 他方 极乐世界以外 新发心菩萨 包括我们在内 我们没到极乐世界 我们也是英文弥陀名号 能不能顿顿上帝菩萨 得住三位注定功夫 完全在我们的发心 我们如果发心 今天 这个发心的障碍 还是信心 幸运不足 心发不出来 真正相信 真愿往生 我们就能把这个世界 统统放下了 自私自利放下了 不再有这个念头了 明文立阳的心 放下了 贪念 无欲六成 享受的念头 放下了 贪嗨 吃暗的烦恼 也放下了 一心念佛 心里面除阿弥陀佛之外 其他的念头 没有了 这叫 置心一处 下面还有一句话 佛说的 无事不办 我置心一处 求阿弥陀佛来接引 这个事情能不能办 世尊没有说 这一桩事情除外 那换一句话说 这一桩事情 也包括在其中 决定的办了 什么时候放下 什么时候就成就 所以这个经不能不讲 不能不细讲 不能不长讲 要常常讲 为什么 我们是业障身中的凡夫 决定不是 一遍两遍 十遍 二十遍 就能开悟 古人定了个标准 就度数千遍 大概差不多 我们能够把这一步 注解 念上千遍 也许就有开悟 这开悟之后 一一断掉了 再不坏了 信心 真正的信心 生起来了 有真意心 有契约 往生进途 就有把握 时间不需要多长 古人 我们看到的历次太多了 我们这一生 有把握成就 也能像 慧苏上所说的 顿顿上帝菩萨 得三位注定功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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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